字幕君字幕君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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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 嗚好 大家好 我是CD 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要帶大家來一個我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就是 細紙 就其實呢我是新北的細紙人 之前好像沒有特別跟大家提過 但是我對戲子這個地方也很不熟 就是我也不會特別去找說 家裡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但是最情... 最情 但是最近因為疫情嚴峻的關係 我想說就來探索一下 家裡的周邊有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好了 所以這次就決定呢 帶大家一起來戲子玩一天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陪拍小夥伴是... 居然在那邊給我洗腳的滴滴欸 有沒有搞仇啊 這個人在那邊給我洗腳 今天的拍片小夥伴是滴滴 怎麼樣?洗腳洗得開心嗎? 蛤?很涼? 第一站我們要來的是鐵洞瀑布 我發現這邊的生態很好欸 就是有非常多的昆蟲 然後哇你看這個小溪好舒服喔 ok let's go 好多奇怪的蟲蟲 哇這邊是第一個瀑布嗎? 大概只花了兩分鐘 我們就走到了第一個瀑布層欸 哇這個也太簡單了吧這個步道太舒服了 而且站在這邊有一種很涼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那個瀑布的水下來就有一點微風 我昨天在早行程的時候意外的發現這個瀑布 然後我看介紹的人說就是 步道很好走 然後走一下就到了 還真的是... 我們剛剛從上面...下面那個涼亭走上來 真的是大概... 三分鐘吧 就是超級無敵短 然後就看到瀑布了 根本就是還來不及流汗你就到了 很爽 剛好我是一個很不喜歡爬山的人 大家應該也知道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繼續的往上走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繼續的往上走 你看到這邊有一顆 超級大的那個叫什麼碧岩嗎 就是岩石 還蠻壯觀的耶 哦 這邊的話就是...應該就是第二層瀑布了 帶大家用更近的角度看這個瀑布 分多金 很舒服 好久不見了 哈啰大家我已經踩完水了 真的是超級舒服 它那個水有夠冰 剛好今天天氣很熱 可以拆拆水剛好 而且我發現這邊的生態真的是超級好 非常多的昆蟲還有魚跟一些小動物 這邊真的是很意外發現的一個秘境 而且爬到就是剛可以泡水的那邊 真的是只要花你個兩三分鐘就到了 完全不費力 超級推這個茄東瀑布 午餐我們要來吃這一間黑夜咖哩屋 為什麼會有兩顆溫泉蛋呢 因為我們以為它裡面沒有蛋 所以我們又加點一顆 所以變兩顆 這個是我的炸豬排 然後加購100塊的牡蠣 然後一樣又多了一顆溫泉蛋 來來吃咖哩飯囉 咖哩我覺得還OK 就是那種日式咖哩的味道 豬排 它豬排很好吃欸 超嫩的 跟那種一咬就斷的那一種 它這個黑嚕嚕幾塊 超級大一個 而且好黑喔 我覺得它起床它感覺是吃到比較多 它外皮果的部分 肉的話就是可能要多咬幾口才會吃到 牡蠣 牡蠣很新鮮 超讚 其實我很喜歡吃炸牡蠣 哈囉大家我們已經吃完咖哩飯了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還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氣太熱的關係 因為它其實就是露天的 它就是在其樓下 然後沒有冷氣 但是我們都覺得它的分量其實還蠻大的 就是吃起來會非常的有飽足感 如果有來戲子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呢就像我剛剛說 天氣實在是太熱的關係 所以下一站我們決定要來一間 咖啡店 坐著吹冷氣休息一下 不然真的快要中暑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這一間 位在戲客火車站旁邊的 飲家茶寮 我跟妳說抹茶控一定要來這一家店 因為它除了有賣抹茶千層 還有賣抹茶的重乳 就是賣了很多抹茶類的甜點 當然也是有別的口味 就是比如說巧克力千層啊 或者是當季水果的千層 然後它有賣一些定食啊跟輕食 我個人是覺得這間店就是很適合在這邊吃飯 也很適合在那邊下午茶 我的抹茶千層來了 這個是低地點的雪鹽牛奶冰淇淋 這一杯是菇雞茶拿鐵 然後這個是抹茶拿鐵 抹茶千層 超漂亮的 我覺得它滿好吃的耶 就是它的那個抹茶 冬店抹茶鮮奶油 吃起來是普普的那種 我就是喜歡吃苦的抹茶 老大好幾家們 看我有冰淇淋 不是想像中的那種 冰淇淋的味道嗎 因為它是鹹的 它是鹹的 它是鹹的耶 我大概都你要表達那個意思 就是你第一次吃到 鹹的冰淇淋可能會有一點覺得 怎麼是鹹的呢 很好喝 很好喝 它這個菇雞茶拿鐵很好喝耶 看我的抹茶拿鐵 這兩杯相較之下 我會比較喜歡這個菇雞茶拿鐵 乜 ㄟ 這裡很漂亮的耶 這邊 哇嗚 哈囉大家我們已經離開飲家茶寮了 然後我自己是還蠻喜歡它的那個抹茶千層 但是我覺得它的抹茶拿鐵就還好 滴滴點的那個福吉茶拿鐵還比較好喝 下一站我們要來江子寮絕壁 我看它這個登山步道也是蠻好走 就是短短的 它這個步道規劃的很完善耶 就是如果是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走 就可以抓旁邊的這個繩子 怎樣?怎樣? 哪邊? 這隻 又有可愛的蜥蜴了 帶回家養帶回家養 它在靠近我們耶它是不是不怕我們啊 我們就這樣你看我我看你嗎? 我覺得江子寮比我們早上去的那個茄東瀑布更有那種叢林的感覺 然後其他的旁邊啊就是那個溪流 所以都聽得到水流動的聲音 今天真的是一個大自然的行程 說真的啊我們在汐止已經住了十幾年啊 你不查都不知道原來汐止有這些地方 就是很舒服的登山步道 然後走起來也不會很費力 這個水超級清澈的 而且裡面的雨很多耶 哇 哇 好喜歡喔 真的是很乾淨很清澈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第一層了 然後這邊有一些椅子可以休息 然後那邊也看得到小小的瀑布 唉唷現在滴滴快不行了 所以現在換我 雖然說它的步道還蠻好走的 但是其實也不短 真的不知道在講什麼話 現在來到了300公尺 這邊就是江子寮絕壁 我們現在走到300公尺這邊了 這邊就是江子寮絕壁 這邊就是江子寮絕壁 就是江子寮絕壁 就是大家剛剛在上面看到的這個 很大塊的石頭 換這個角度拍它看得應該比較清楚一點 換這個角度拍它看得應該比較清楚一點 很大一個大岩石呢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天然的滑水道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天然的滑水道 哇好讚喔 可是不能下去玩 因為有點危險 它這邊有一塊板板是說這個絕壁怎麼形成的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我就不做介紹了 我們繼續前進 這邊剛好有一點樹蔭 然後還有徐徐的微風還蠻舒服的 這邊開始呢路就沒有這麼好走了大家 這邊開始就有點小小的危險 然後你看之前登山的人都有綁那個布條 你確定要一直往上走? 在幹嘛?在跑什麼跑? 不用走了吧?你還要走喔? 我們在戲子的山上爬山 我們在戲子的山上爬山 天啊!它到底要去哪裡啊? 走完江子寮絕壁了大家 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這樣子咬絕壁也是很好走 反正就是 大不了就是只是花你十分鐘而已 然後你就可以走到它的 呃...絕壁的那個地方 然後還可以看到 大絕壁還有那個 捲捲的流水這樣子 然後中間就是有 徐徐微風很舒服 只是它到後半段就比較 難走一點 因為後面好像就沒有規劃了 就是那種一般的石頭山路 所以大家如果還想要繼續往上爬的話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哈囉大家 小姐就到了晚上 剛剛我們爬完那個 欸...叫什麼名字 剛剛我們就是爬完那個江子寮絕壁步道之後 我跟弟弟就回家休息了一下 然後現在要出來吃晚餐 晚餐我們要來吃這一間 米麥洋廚館 嗯... 這一間米麥啊 基本上只要是細節人 都會知道這一間賣義大利麵的店 然後我自己來吃過蠻多次的 我覺得還不錯吃 所以想說今天晚上就跟大家介紹這一間 這個是傳統的肉醬麵 這個是滴滴點的綠蓉奶油可麗麵 然後我覺得它的玉米湯超級好喝 我每次都一定會點它的玉米牛湯 這個是我的青醬透抽洗管麵 超好吃的 它有這個洗管麵吃起來超Q的 然後它的青醬也很口味 超讚 到家了 差點忘記跟大家做結尾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戲子一日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之前就真的完全沒有去找 或者是去挖掘戲子這邊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我覺得今天去到的那個 傑東瀑布跟那個 薑子寮都讓我蠻意外 因為戲子就要有這樣的秘境 然後走起來也不會太累 接觸大自然感覺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然後我平常跟大家講到戲子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戲子超遠 但其實戲子一點都不遠好嗎 戲子只要過了一個橋就到南港了 然後到南港之後那邊還有那個捷運可以搭 我個人是覺得我住戲子十幾年 是沒有那種戲子很遠的感覺 我覺得戲子到台北其實真的是蠻快的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有機會來戲子的話呢 可以參考看看我們今天去的地方 OK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再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記得我的臉書還有IG 下方的追求欄都有連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